福興航空22號上午召開臨時董事會 最後做出解散福興航空的決議 戲劇化的轉折令各界話言 福興航空在記者會上面算明 由於持續虧損,每天開門就虧一千萬 選在這個時間點來解散 是因為資產更大於負債,還能夠償還債務 福興表示,員工會依法遣散 過去兇難賠償,亦都有專案專款處理 不會受公司解散影響 經營團隊深深一個功 在22號上午臨時董事會之後 福興航空召開記者會 宣布因持續巨額虧損 臨時董事會已經正式決議 通過解散福興航空 前一天才以書面宣布22號停航的日 想不到假日開董事會就決議解散 引起各界質疑 甚至傳出外站主管早就已經被召回 福興早有願望 但福興澄清,是因為到21號周一旁晚 還在尋求最後的投資者 福興航空表示,由於最後與投資者的資金雅度 和資金到位時間都沒有共識 共識才造成解散決議 而臨時先宣布停飛一日 是不希望影響機組員心情 將而影響飛安 福興航空也發出內部信給員工 表示9月底停止威航營運 原本希望能夠減緩虧損的速度 但評估未來大環境的變化 失血情況將會更加惡化 雖然曾經奮力拼搏 但仍然有未盡之處 再一次表達協議 福興強調,停航之後員工會依法遣散 資險費都有信託專戶 過去空冷賠償的案 亦都有專案專款處理 不會受公司解散影響 至於1.1萬名股東恐怕面臨股票變場子 福興坦然,目前對持股者沒有專戶處理 亦沒有具體方案 福興航空宣布停航解散 原有航線應該由誰來接手 目前仍未知數 但現在已經出現消費者退換票的浪潮 接下來即將面臨到的農曆春節等連續假期疏運 將會是交通部等相關單位的一大挑戰 桃園機場一大清早 在各航空公司櫃台陸續出現 旅行業者搶票 就是因為福興航空確定要停航解散 旅客想搭乘飛機 只能盡快想辦法 但更令人頭痛的還有福興航空的航線問題 目前處理放肆 國內導應航線 台北到花蓮 金門到馬宮都要協請其他航空來支援 國際線好像是到濟州島不過分 清賣也是導應航線 其他航空公司將以相近航線支援 兩岸線 台北重山機場到上海浦東等線 也是一樣規劃 更重要的是即將到來的農曆連接疏運 交通部將協調各航空公司加開班次 國防部備託軍用運輸機 並提供轉乘資訊應給 交通部表示將會對福興航空停航解散 做出行政處罰 現階段將以旅客權益作為優先考量 後續航權以及接管等議題 還會再延宜 福興航空無預警解散 宣布支遣傳授員工 引發員工強烈不滿 原定23號上午8點半 進行第一次的勞資協商 不過工會控訴 都還未進入到協商的現場 就遭到保存人員阻撓 還盤查員工的身份 會場中還不准錄音和錄影 最終令到協商破告 福興航空企業工會副理事長 拿著執行長劉東明 親手所寫的協調會議書 很生氣地控訴資方 沒有誠意協調 還白半吊欄 工會表示開會前資方盤查員工身份 還不准錄音錄影 要求沒收手機 令到工會拒絕和福興協商 福興航空22號董事會通過決議 無預警宣布解散公司 支遣傳授員工 引起員工不滿 原本23號上午8點30分 要和福興進行勞資協商會議 提出三點訴求 包括支遣費 需用救濟 以連支一年需要給一個月 另外需要給付違約金30萬 還有補償金20萬 大量解僱勞工 需要60日前提出 大工會表示 會議還未開始 就受到資方惡意阻撓 造成會議無法開始 工會表示 公司裏面有超過25年連支的員工 一路走來 都是陪著公司共渡難關 現在公司說支遣就支遣 連關將近 令員工跟著下來的生活 不知道怎樣過 更加富裕將近1800名的員工 都能夠加入工會 工會並且表示 如果福興高層再不拿出善意 不排除會有更激烈的抗爭行動 在民進黨立委要求下 外交部中國阻擾我國國際空間網頁 相隔8年之後重新上架 內容也包括前總統馬英九到馬來西亞演講 頭涵從前總統改為前領導人 外交部長李大維強調 中國打壓我國也不是最近才開始 網頁正是就事實層面真實呈現 蔡政府上任之後 我國外交空間接連遭到中國打壓 外交部在錄影立委要求下 中國阻擾我國國際空間網頁 重新上架 內容跳過過去馬政府執政黨8年 從民國97年直跳今年1805年 從總統蔡英文就職前的4月 OECD經濟合作企發展組織 有關鋼鐵方面的會議 我們的官員都勸了不要參加 高層官員對話會議 再到5月WHA世界衛生大會 9月ICAO國際文學組織大會 11月UNFCCC聯合國氣候變化干擾公約等事件 就連前總統馬英九到馬來西亞演講 投下從前總統改為前領導人也被列入 不過也有國民黨立委擔憂 目前兩岸外交戰又將回到零和遊戲 蔡政府上台半年 兩岸持續試探對方抵限 這場兩岸關係與國際外交戰 恐怕還要持續下去 大陸緊蘇台灣農產市場 雲林地區的養殖業者感受強烈 台灣雕價價從去年每台斤45元 如今一直說到每台斤只是剩17元 雲林院政府農業處23號 透過多樣台灣雕料理做推廣 希望令到國人多消費國內台灣雕 也都期待政府能夠協助業者找出路 一度一度各式各樣的鮮魚料理 都是用雲林養殖的台灣雕所烹煮 不僅新鮮又好吃 但今年受到大陸緊蘇台灣農魚產市場影響 令到銷售訂單減少 雲林養殖業者馬上感受到寒冬慘況 台灣雕價價從去年同期每台斤大約45元 一路下滑 目前只是剩17元 也有部分業者紛紛將品質比較差的魚 涉本轉賣給石斑業者當作為飼料魚 雲苑府農業處透過 推廣多樣台灣雕料理刺激國內消費 同時也希望開拓外銷市場 呼籲養殖漁民如果能透過 同家工廠還有進出口外銷商 來進行契約養殖 可以計劃性養殖 穩定生產供銷 受到價格波動才不會那麼大 中國大陸踩線團22號走訪 台東知名的米香慈尚和慣山 除了品嘗白米飯 還體驗做爆米香 對台灣米的品質讚不絕口 剛剛爆好的米香 新鮮好吃 趁熱再拌麥芽糖 體驗自己做爆米香 台東生產的白米 令到中國大陸踩線團成員讚不絕口 踩線團前往台東著名的米香 慈尚和慣山龍會 不單止現場試食白米飯 還體驗各項白米的加工食品 台灣米和大陸白米種類不同 因為氣候、種植手法不同 口感和香氣也不一樣 台灣要以精緻農業打入大陸市場 台灣高品質的白米 除了傳統的銷售通號 也要搶攻電子商務市場 令到台灣米打入大陸市場 註計總署公布最新調查 今年一到九月 經常性薪資是三萬九千一百四十四元 平均薪資是五萬零九十七元 都是歷年同期甚高 但是考量通膨因素之後 實質薪資其實是倒退十六年 今年二十八歲的劉小姐 是加息店的店員 每日工作八個小時 扣了勞建保和逃退 每個月實領兩萬三千元 因為是服務業 所以國定假日過年 還是要照常上班 但是從來都沒有領過 應得的兩倍工資 主計總署公布最新調查 今年一到九月 經常性薪資是三萬九千一百四十四元 平均薪資是五萬零九十七元 都是歷年同期甚高 但是扣除同期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 1.27%發現薪水追不上物價 實質甚至倒退十六年 還是不如兩千年水準 學者認為北景氣 加上近年來法定勞動成本的上升 都是排擠到勞工薪資的因素 雖然基本工資有條漲 受惠的也只是基層勞工 政府如果無法持續活落經濟 產業的結構還有競爭力 無法提升 要期待企業能夠填身還是很困難 知名作家 亦都是人間雜誌的創辦人陳映珍 22日在北京病世 享受八十歲 被視為左派作家的陳映珍 創作的小說 涉入社會底層生活 勞工權益 具有批判精神 在台灣文學界具有影響 不過他統派的政治立場 亦都一直受到不少爭議 是小說家 亦都是社會運動家 本名陳永善的知名作家陳映珍 22日在中國北京病世 享受八十歲 1937年出生的陳映珍 早年為了追求社會正義 從1959年發表第一篇作品《面談》之後 開始他長達半個世紀的創作生涯 跟著創作《我的弟弟康慧》 《上班族的一日》 還有《將軍族》等小說 1985年就創辦人間雜誌 成為國內報道的線區 陳映珍的不封下 不單重視社會底層的人權關懷 更加大有批判現實的精神 作品抗及到政治 左派立場鮮明的他曾經入獄 是白色恐怖受害者 亦都是鄉土文學論戰的耀哥 曾經和陳映珍進行論戰的政大教授陳方明說 兩個人政治信仰始終對立 但對陳映珍的文學仍夠肯定 陳映珍在2006年之間 遠赴到中國任教之後 就沒有再回到台灣 儘管陳映珍的社會定位 隨著政治思維引發不少爭議 應夠無法滅滅他對台灣文學的貢獻 拿下李若奧運舉重金牌 又剛剛逮捕2012年倫敦奧運金牌的 許淑政23號上午回到母校正受課大 受到全校師生英雄式歡迎 他表示接下來將會和教練一起討論規劃 朝東京奧運第三金努力 剛剛踏入校門 許淑政和教練蔡昏義就受到英雄式歡迎 成為台灣史上首位 連續兩屆奧運奪金選手 許淑政一如往上謙虛地表示 李若奧運前因為受傷 成績大受影響 非常慶幸能夠拿下金牌 對於東京奧運再拼第三金 他說未來規劃都要和教練再討論 許淑政也都在校方陪同下 前往舉重室指導學底妹練習 教練蔡昏義說 目前已經規劃三階段目標 近期是明年的世界大學運動會 中期和遠期就是亞運還有東京奧運 家裡住在雲林倫貝的許淑政 高中就到高市民山高中的時候 就已經站路頭過 上了正修科大運動健康與休閒系之後 也都累獲戒籍 2012年裸下倫敦奧運舉重銀牌之後 校方還禮聘任教 不過許淑政選擇繼續公道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 今年畢業 人來西爪哇省華民教育協調機構 組成參訪團回過 與僑委會關係密切的華協 這一趟參訪了多所大專院校和告訟者 訪團最後也都回到僑委會 與副委員長田秋緊進行綜合座談交流 雙方都期盼透過實地走訪和交流 可以造福更多印尼想來到台灣升學的學子 來到僑委會 團員都覺得佩禁親切 印尼西爪哇省華民教育協調機構 組成參訪團回國訪問 華協組織是由僑委會1805年 輔導成立的印尼地區保證單位 在當地扮演僑生來台升學重要角色 僑委會副委員長田秋緊親自接見 與華協重要幹部交流 華協此行參訪 不單止前往國內各級學校交流 希望透過實地走訪 對台灣的教育單位內部運作 有更深入的了解 協助僑居地引尼 有以來台深造的學生 更加清楚求學資訊 尤其在短短的參訪行程中 透過僑委會的居眾牽線 更加與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簽下專屬的醫療合約 可以說是滿載而歸 田副委員長也期許華協 扮演在僑委會和印尼僑生之間 重要的溝通僑良 最後雙方互相致贈紀念品 希望透過緊密連結 增進台灣和印尼之間的互動 擅長結合著視元素 跨界創作下家音樂的 三九大樂團 近日展開校園巡迴演出 22日下午 與著視下著視樂團合作 前往台灣藝術大學 與師生近距離互動 令民眾認識下家音樂 兼具傳統和創新的面貌 民眾以掃能長的 下家傳統山歌小調羅東調 結合奔放的新蘇喇叭 以及著視鼓的節奏 展現強烈聽覺衝擊力 擅長結合著視風格和下家傳統曲調 展現下家音樂創新面貌的 三九大樂團 前往校園與師生近距離面對面 希望透過全新編排的旋律 令到大家發現 原來下家音樂還可以這樣玩 近年華語樂壇受到韓風強力席卷 三九大樂團主唱林玉廷強調 其實下家音樂面向多元 只要融入一些創意發想 與國際流行音樂比起來 其實也完全不輸給人 這場校園循迴活動 三九大樂團更嘗試 與校園著視樂團共同合作演出 希望激發年輕學子 對於下家音樂更多想像 今天的粵語新聞已經播報完畢 多謝大家收看,下次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